有没有想学下边打法理 想学下我们的铁边杀球的 或者说你现在杀球还杀得不好 杀得比较高 杀球特别运下往的 有吗 有的话我们教一下杀球的终极奥义 你把这个点听懂了 你下次去场上打 你能够用出来 杀球的第一个奥义 就是我们的杀球 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杀球角度更尖 怎么样让我们的杀球杀得更尖锐 首先我们要纠正大家的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大家在杀球的时候 你们一旦想杀得很尖的时候 你们就会怎么 想着要抢高点 要抢到更高的点 让我们的杀球变得更尖 但实际上 当你抢到高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你抢到高点的时候 球也在高点 两个都在高点的时候 你的拍子是怎么样 在球的后面 从后向前将这个球推过去 你是怎么样 向前平推 叫做跳起来给对手一个平抽 那我们要怎么杀 才可以让我们的杀球更尖 我们要想让杀球变得更尖 你一定要理解到 核心的本质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杀球尖不尖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由我们球投的受力方向决定的 你看我们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上面 中间和下面 对吗 那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打到哪个位置 是一定可以让我们的杀球变得更尖 打到我们球投上方的时候 你这样杀 你不可能杀的不尖啊 没有人可以杀的不尖 哪怕你不用力 这个球都会尖 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的球 过了最高击球点之后 往下掉的时候 我们的拍子要在球的上面 从上向下 直线法力 打到我们球图的上面 这时候 你就可以将全部的力量 转化为我们球向下压的角度 这时候你的杀球 不可能不尖 好吗 给大家看一下 抢高点跟点低点区别 首先是抢高点 这叫跳起来平抽是吧 来再看一下等低点 等我们的球掉到拍子的下面 等 等他下来 等他下来 这时候 我们的发力 是从上向下的时候 我们的球是不是可以杀的很尖 谢谢